受新发地暂时修饰影响,以及其他多种因素,本市蔬菜上市总量有所减少。 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双向发力下,蔬菜市场共赢总体保持了稳定。 根据监测,一周来,七大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日均稳定在1.1万吨左右, 二十日就是今天,上市量达到1.24万吨,供应总量继续扩大,稳中向好。 15日到19日,依托自身直采渠道的雾美、金克龙等八家大型连锁超市蔬菜供应量日均达到2125吨,比12日增长了80%。 目前,八家大型连锁超市库存冲突。 此外,全市粮油肉蛋等流通渠道畅通,货源充足,品类丰富,供应稳定。